Hello, 大家好, 我是C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怎看 今天有三宗政治新聞跟大家分享 分別圍繞著三個都很出名的人 第一個就是張宇人 張宇人提出了 跟井仔之前影片一模一樣的意見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政策 給一些公屋的鄰居或者保安有先人費 然後可以用來舉報一些濫用公屋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的影片 近來張宇人關於中大那件事 我常常提及他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又有看我的影片 不過這個假話笑 因為我覺得就算我的影片做得再好 立法會議員應該都看不上眼 純粹叫做假話笑 不過待會再認真跟大家分析一下 關於線人費這件事究竟有什麼好處 因為當中提及到公屋保安這件事 是我自己也想不到的一個很重要的持份者 待會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二宗新聞是關於葉劉淑儀 大家就不要覺得由井仔把口說葉劉淑儀 就一定是罵他 說一些不好的事 因為今次葉劉淑儀提出了一個 我覺得真是挺好的意見 就是重新推出一個屬於香港的 投資移民來港計劃 甚至乎政府的官員許正宇都說是值得研究 因為大家都知道 英國 甚至台灣 加拿大 其他地方 其實一直都有去搞投資移民計劃 只要你拿著不知多少多少萬的資產 過來他們的地方去做生意投資的話 過夠不知多少年就可以給你一個國籍身份 既然很多西方國家已經搶走了香港的錢 我們也是時候要去搶回西方人的錢 大家叫做公平競爭 互相去鬥一下吸人才 第三單新聞就是關於徐英偉 因為徐英偉接受了訪問 正視正面回應洪門宴這件事 我自己看完這篇訪問後 我就知道 就算我不管徐英偉在她做政府官員任期內 她做過什麼政績也好 只是這篇訪問已經顯示出她人的高度和格局究竟有多高 所以為何當時徐英偉是繼李家超和鄧局長之後 是民望最高的官員是絕對有她的原因 待會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這篇專訪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立法會召開了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 有議員關注濫用公屋的問題 自由黨的張宇仁就說 如果有人濫用公屋的話 屋邨的管理員就不可能不知道 她建議當局支付善人費 鼓勵管理員和鄰居舉報 同時加大懲罰去騰出更多公屋單位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表示 管理員是其中一個可以知道資料的線索 當局會持續用不同方法去打擊這個問題 其實張宇仁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再加上行會成員 她會去提出一些這麼貼地的建議 我是真心覺得之欣賞她 雖然你說張宇仁她以前有個外號叫做20元張 她在某些法案上提出的言論 我是極度不滿意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是有不少的朋友 甚至乎親人是在做飲食業的 但是一單就還一單 今次張宇仁這個建議 所說的管理員 我相信大多數都是說保安 或者叫做物業管理 其實他們的情報能力 比起鄰居是更加厲害的 因為不是說每個人 你住在某一個地方 就代表你必定要和你的鄰居 是相親相愛的 真的有很多人 特別是由這些時間開始 人與人之間 倫理與倫理之間的關係 是可以很冷漠的 但是對於保安來說 你不能冷漠的 那是你的工作 而且你上班就是見那些人 你見得多 你大概都可能猜到 十樓A室張太 通常都是六點鐘收工的 為什麼今天八點鐘才回來呢 其實很多事 你做保安做久了 你就會知道 那些保安 即是你做了一年 基本上你都認得 整棟的人心之乎 即是就算你不刻意記也好 你都初步了解 一些人的作息生活 例如說 原來有一戶人 經常回到夜班 晚上才出門口 凌晨7點 睡眼星鬆地回來睡覺 還有 如果有些保安勤力一點 即是可能三個月 刻意認人的話 就應該可以認得所有人 甚至乎那些做了四五年的保安 我相信 對於住客的歷史 一定可以如數加真 沒有問題 還有 你說舉報的線人費 我就覺得不應該少 即是不是一兩塊水就算數 我是覺得 如果要舉報的話 舉報成功 就應該是五千元起跳 但是 既然用得錢 而且用五千元作為一個舉報費 當然舉報就不可以輕鬆 就不可以說 我懷疑這棟樓 那棟樓 那棟樓 就像抽獎一樣 整棟樓報了我一定有一個中的 所以 因為錢比較大 所以對於舉報的要求都比較高 例如說 你什麼的持份者 你是不是直接住他旁邊呢 如果你住他旁邊的話 可信度比較高 就會接納 會加快去處理 又或者 你就是那棟樓的保安 這些都會加快去處理 那個投訴的一個因素 還有就是 你都要拿些證據出來 例如說 你已經留意了那棟樓很久 就發現了這個單位 長期都沒有人開燈的 真的 整天都不見人的 是逢親每年的7月暑假的時候 就會見過他接近一些 你未見過的親戚 進去當度假屋住的 如果你有記錄 有拍照 例如說 拍到已經連續一個月 沒有開過燈 這些 又沒有用過水 那些 你收集到這些證據 交給政府 政府去查 最後查到的 自己就可以收錢 最好就是用這種方法 舉報 既然你賺得錢 還要這麼多的話 當然就要出少少力 而且 因為舉報人出了力的話 政府要去調查的時候 就相對輕鬆一點 但5000元對於一個人來說 是很多錢 對我來說是很多錢的 但是 如果對於政府 能夠空置一個公屋單位 能夠給下一個有需要的家庭 當中政府的資源 就遠遠超過5000元這個現金價值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到時互相舉報 你出賣我 我出賣我 搞到鄰居關係很差 出門口也要左右提防 新政不怕影子歪 如果你真的收入不到位 你真的沒有錢 你真的住在公屋那裡 無論怎樣查你 都沒有錢 你有什麼可能 查完之後 我的戶口多了100萬 如果真的多了100萬 解釋不到的 那就洗黑錢 被人抓了 所以這件事 不會影響鄰居關係 因為如果你真的收集到證據 而你又成功舉報了的話 那個人都不是你鄰居 都被人踢了出去公屋 對不對 還有對於保安來說 他上班是更加有動力 因為差點這麼說 其實有些屋邨保安 基本上就是做有36 不做有36 然後有時候 可能你有什麼投訴要求 跟他說 水過鴨背 說完就算 然後你跟他說什麼 他都是 嗯 OKOKOK 然後轉過頭就收工 但是 自從有了 即是如果 有了這些舉報制度之後 我相信 公屋的保安 或者是物業本理人員 每個都打了雞血上班 即是 每個都會覺得 哇!金礦啊!金礦啊! 上班賺錢 如果舉報慢了的話 那就虧錢了 甚至乎就是 以後 保安的物業管理人員 處理投訴 亦都會更加積極 為什麼呢? 但凡一個投訴的話 就等於是 多了一些線索 可以讓他們找到其他人 究竟你有沒有濫用公屋 又或者可以讓他們找到更多的證據 去搜證 去進行一個舉報 所以之前有新聞就是 其實房署 就成立了一些專員小組 有十幾個人 請了一些退休督策 來做 其實這些無用 你炒了他們 然後把那塊錢 變成五千元一個單位的獎金 然後就貼完照出來的話 我相信 可能只有一兩天 都已經找到很多人 去進行一個有效的舉報 不過 其實對於香港政府 打擊濫用公屋的問題 最大不是說沒有人去舉報 最大問題是說 舉報完之後 沒有人去處理投訴 因為就算你說 香港政府舉報 不收錢也好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 會出於他們個人的目的 有些可能是黑心 有些可能是真人富貴 嫌人窮的心態 然後就算不用收錢 都會去舉報人家 情況就像維麗泊車一樣 你看到那裡的車塞住了 就算你用不著 你沒有開車的 但是有些人 是沒有收錢 他都會打1823去投訴 其實道理也是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現在 濫用公屋的情況 還未得到處理就是說 因為就算有很多人去投訴 給證據也好 都沒有人去處理 所以政府在這方面 就真的要做多些事情 就不要一味是覺得 沒有證據沒有線索的問題 而是監管一下你下面那班人 那班的公務員 需要不需要為他們訂立KPI 就是說 你們這群人 一年內最少要處理 例如說 500個濫用公屋的案件 如果處理不到的話 集體炒魷魚 又或者寫你的報告 等你幾多年內不能升職 即是你不訂這些KPI 那他們又怎會去積極做事呢 如果有了這些KPI的話 可能不用保安 不用鄰居 因為他們自己都埋伏在附近 到處拍照 所以要看政府怎麼逼公務員 去做事都是一個關鍵 即是你用錢 作為一個誘因 去誘因市民是不錯的 但誘因完之後你不做事 然後久而久之 就算舉報了 都不派獎金的話 你就算再給多少線人費都沒用 都變成滑大餅 原來舉報完政府都不做事 那我怎麼收錢呢 所以政府在這方面 都要努力點去想想 就不單止要找多些線索 政府真的肯硬起上來這樣做的話 對於整個樓市都健康 為什麼呢 一來本身有錢的那班人 你們自己出去買樓 要麼租劏房 租劏房的話 都等於支撐起劏房的市場 對嗎 還有啦 能夠縮短了公屋輪候時間的話 對於政府都有一個用來休息的時間 可以趁著這段休息的時間 就努力去建公屋 就不需要去到現在這樣 每次都說那些輪候時間破身高 然後你起樓又不是變魔術 你又需要時間等的 不過不算了 聽著這一集節目的你 你可能真的內地有資產 或者你真的有些古靈精怪的狀況也好 其實你又不需要擔心的 因為呢 對於香港政府的雜性 其實你生活在香港一大段時間 其實你都是會能夠理解的 如果打擊公屋這個問題 政府真的有心去處理的話 其實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前 大把可行的方法一早可以做 但就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拖到直到現在 才好像遇到一個新出現的難題 要重新去估計怎樣處理 但這個問題一早在 已經十幾二十年了 所以我自己對於政府 會去處理這個問題的決心 和成效還有手段 老實說 我分享出來的東西當然是美好 但現實是否真的會去做呢 我自己是有很大的質疑 很大的疑問在裡面的 好了 下一則新聞 關於葉劉淑儀的新聞 在立法會的財經事務委員會 在今天舉行會議 簡介施政報告的政策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建議政府可以重新推出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讓投資指定額數的人士移居香港 性質是類似投資移民 去振興目前低迷的經濟 財經事務局的副務局局長 許正宇表示 相關的建議是值得研究的 葉劉淑儀就說 政府在2003年經濟低迷的時候 是推出過的 目的是有意將不少於650萬資金投資 在香港 但又不會在香港參與經營任何業務的人士 來港去居留 有關的投資額 隨後提升至1000萬 葉劉淑儀提到 最後有關的措施 在2015年時停止了 原因就是 因為香港當時的經濟已經復甦 有市民投訴 相關的措施就會令到樓市急劇上升 所以就停止了 葉劉淑儀認為 政府如果要考慮重推的話 推還推都要設定一定的限制 例如說 只准買某些價格以上的物業 即是買一些比較豪的物業 就不要去搶一些給很多基層市民有機會上車價位的物業 從而推高了價格 還有 或者是相關投資的項目 有指定的項目 例如是一些創科的項目 就不是可以去投資其他的項目 這樣 盡量避免去推動樓市的炒風影響民生 其實現在香港的樓市 就是跌得比較過分 我之前就覺得繼續跌 繼續跌 但是我現在真的看到 跌得有點過分 有點過火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即是手機可能有裝多幾個新聞應用程式 如果你有設置通知的話 我昨天才看到 又說將軍澳區失手 又說哪裏失手 這裡又割血 那裏又不知道破底 看得心都寒 如果多了投資移民的話 不會說刺激樓市高高高的 但起碼可以令到樓市 就不是趁著急跌的狀態 至碼沿著健康下跌的狀態 還有現在的香港 其實是有個吸引力 吸引其他國家的人 來香港進行移民投資 大家可能會覺得井仔傻了 是不是吃錯藥 現在的香港經濟那麼差 失業率又不是那麼低 那憑什麼 就是說外國人會過來香港住呢 這件事大家就要想一想 因為移民這件事 其實你不是說看一個地方 即今年、夏年、未來兩三年的經濟前景 你如果選擇是投資移民 你不是退休移民 你退休移民就另計 你選擇投資移民的話 你去看一個地方 你就是看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走勢 如果你只是看今年、夏年、兩三年之後 那香港簡直是垃圾地方 但是二十年、三十年或者十年之後的香港 我自己個人認為是絕對是一個有金汁的地方 而且趁著現在香港 在一個比較低迷的經濟環境之下 有投資眼光的人選擇過來香港 可能隨時香港政府就賺了它 放下來的錢 但與此同時這些人 在將來也有機會在香港賺錢 而且就是為未來香港經濟的飆升 去按彈弓儲存實力 而且老實說 一個有錢的人 所有國家、所有地方都歡迎他過來 既然我們都被人搶走了不少人 那就真是沒理由我們不搶回那些人過來 而且許正宇 政府都說值得研究的話 這個方案是葉劉淑儀提出來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猜可能隨時在明天星期二 即是李家超開行會之前見記者的時候 可能隨時就會去拿這個方案提出來 就說這些方案其實都挺可行的 政府就會積極去考慮 情況就是好像在星期六的時候 即是上幾個星期六 盧寵某就說 研究一些醫護要在公立醫院做的時數 然後在星期二李家超行會之前見記者 也覆述了盧寵某的建議出來 所以我看到許正宇的回應 我自己就覺得 應該李家超已經聽到相關的意見 甚至乎是積極叫下面的局長 在處理當中也不頂 我自己其實不是說 整天針對著葉劉淑儀去罵 我自己跟新聞檔沒有任何瓜葛 所以也沒有說不喜歡新聞檔 當然也不會說很喜歡新聞檔這些 只不過就是 一個人說的言論我覺得不對 我就去批評 我覺得她說得好 我就直接告訴大家 我這次覺得葉劉淑儀的建議是真的好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去到下一則新聞 徐英偉在今年年初爆發第五波的新冠疫情 前文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等人出席了洪門宴之後 徐英偉更加被人發現沒有戴口罩 時任的特首林鄭月娥表明對她尤其失望 其後徐英偉自行請辭離開 她接受港台訪問 離任後是首次公開詳細去談論這個洪門宴一事 徐英偉坦然 觀感不好 就要勇於承認和承擔 她就指其實沒有特別留戀在熱廚房 更加重要的是向前看 怎樣再去貢獻社會 被問到有沒有意去參與港區人大代表選舉呢 徐英偉就說暫時沒有特別計劃 另外亦提到如果有用得著她的地方 她就會出現 就著洪門宴這件事 徐英偉就說 她在現場都留了很久 亦有不完善的地方 所以她覺得做人要勇於承認承擔 政治的事要處理 但就覺得不應該花太多時間去處理 而且她亦說作為問責官員應該有那種承擔 說到這句都忍不住要叉開口 如果真的要問責的話 我相信在上一屆政府來說 最需要問責的絕對不會是徐英偉 至於是誰 我相信每個人心中都已經有屬於她的答案 之後徐英偉就被問到 究竟會不會覺得林鄭對她難以接受呢 徐英偉就說不會 她就表示 當時只是想盡快處理好這件事 首要的工作是社會團結和控制疫情 亦都有心理準備請辭 她自己就說 我經常都說問責官員要比紙更白 總之做錯事就要承擔 再不是的 就好像足球比賽一樣 就需要去換人 徐英偉也透露 洪門宴事件之後 有聯絡過洪惠文 認為某程度上 對方都是受害者 承擔著不少壓力 更加建議對方不要看太多新聞 最重要的是 要向前看 其實 徐英偉的政治格局和EQ 是相當高的 因為大家聽到我剛才簡略了那篇訪問 是看出她所有的回應是極度大方的 明明她自己才是最慘的受害者 但是她沒有怪過任何人 包括當時的特審沒有怪過 現在被控告的黃絲雅沒有怪過 然後洪惠文也沒有怪她 明明徐英偉受到的傷害都不小 徐英偉是說她從一個局長 還要是當時都說一個很年輕的局長的位置 就需要自己請辭退下來 因為也有不少人估計 如果沒有了這件事 相信她都應該可以順利過度至現屆政府官員 如果能夠順利過度成為現屆政府官員的話 在下一屆又會不會繼續步步攻升 甚至去到司長副司長的位置 這些到期時就看看大家怎麼看 而且對於香港人也是一種損失 因為她作為民政事務局 如果她仍然還在的話 在我們2月3月4月 即是很多民眾都在叫救命 沒有物資想找人幫忙 都找不到人幫忙的時候 如果徐英偉還在的話 她就可以作為一個協調的作用 是可以令到更多的民間政黨 更多的民間團體 去和政府之間的合作 變得更加流暢和有彈性 就不會變成一種很固化 是真的說 有很多人叫救命 但很多公務員還坐在家裡等著氣 的情況 如果我是徐英偉的話 我要從一個這麼美好的前途 前程無緣無故跌倒下來 徐英偉現在當然不能說是廢青 她絕對有能力可以升任其他職位 但她仍然選擇一個輕鬆的休息狀態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都未必能夠接受得到 即使我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當然我知道訪問 我知道對著鏡頭 很多說話都會變得比較大方得體 但你說會不會在延遲之間 加一兩劍 加一兩刀 也會有一點冷嘲熱逢的說話 即使我都會覺得 有機會控制不到自己 也有機會在延遲之間 會有一點點的味道出現 但徐英偉是完完全全控制到自己 甚至乎 不要說這些正式的訪問場合 例如她自己的Facebook 一些社交媒體出帖 基本上都沒有見過 除因為有任何陰陽怪氣的說話出現 亦都看得出 她是真是一個很正的人才 但亦都是因為她這麼正 甚至乎她不是身為政府官員的時候 現在才發現她更多的好處 其實就真是甚為可惜 就是說一個這麼正 而且還要有很多經驗的人才 居然現在就是不能去為政府服務 那大家說是不是很可惜了 所以呢 唉...這件事就... 不過算了 因為既然連徐英偉自己 都沒有說太多人的說話 我作為一個第三方的第三方的局外人 在現在這個時間 都不應該再翻這麼多舊帳出來說 總之一切就很可惜了 不單止我覺得可惜 我相信對於香港政府都會覺得很可惜 希望遲些有機會可以看到徐英偉 繼續能夠服侍香港 服侍中國 用她這麼久以來 這麼寶貴的經驗 繼續去服侍大家 因為畢竟... 其實... 感覺上這件事過了很久 但其實... 正規一點去看 其實整件事是過了一年都沒有的 所以我都相信她的智慧技巧經驗 你叫她即時回到熱廚房 或者在其他方面發光發熱的話 我相信是跟USB一樣 即插即用都不需要有太多的適應期 這樣 好了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就... 明天早上再見 好 再見 拜拜